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電梯的設計 一般是由上方的電動主機 電動主機 透過這個鋼索來帶動 鋼索兩端連接重量都MG的車廂 這個重量 這是MG 這重量是MG 那這樣的話就是說 你沒有載人的時候 他要升降的話 你幾乎就不用施力了 因為這兩輛的重量一樣 他熱的時刻都是平衡的 所以你在跑的時候幾乎不需要施力 也就是說施力非常小 他就可以移動 現在他說 如果乘客平均體重是M公斤 現在有乘客要乘電梯了 且鋼索質量不計 今將兩位乘客 由一樓地板環環等速運送 至離地面高度H 離地面高度H 這有兩個 這是2M 好 則下熱需速合成正確 連接車廂的鋼索做工2MG 不對 連接車廂的鋼索做的工 W是等於這個 T 乘以那個H T是多少 這個T要跟那個重量要底下 這個電梯的重量大M 這T T減量多少 8M加上2M 這要等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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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要等Mal 因為他等速移動 等於0 所以這個張力就是大M加上2MG 大M加上2MG MG 這一條連繩子做工這麼多 所以A選項是錯的 A選項是錯的 連接配重的鋼索做工MG 錯 護MG 因為他位影是護的 就是說那個 鋼索 這個 這個 這個叫T 這個叫T' T跟T'一樣 不對 T跟T'不一樣 T'的話比較小 這個W' 是等於T' 乘以多少 應該是DOT DOT的那個MG 那兩個方向相反 所以是 T' T'這個多少呢 不對 H' T' 都得H' H'它是下降的那個高度 這是公 這個公跟W'符號是一樣的 兩個方向相反的 所以是加100 8 所以是T'H' 乘以-1 做護工 所以是負的多少 T' T' 乘以-1 大MG 這個等於0 因為它等數移動 所以T'是等於MG 這是MG 這是MG 所以是負的MGH 是做護工 這邊的繩子 是做護工 因為它是往下掉 張力往上 這是做護工 這裡是做正工 C C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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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系統的 衛能增加量 這個衛能增加多少 這個衛能增加 大M加2M ZH 這個衛能減少多少 MG 所以就等於2MG 這兩邊的張力不一樣 這裡會多2MG 這個比這個多2MG 那你也可以 那你也可以是說 這樣講 就是說 這個什麼 這個那個 馬達做工 對這個系統做工 對這個系統做工 它對它做的工 是等於大M加2MGH 它對它做的工的話 是負的 負的MGH 所以 所以這個 A選項 我看 這C選項是對的 主機做工 2MG 這C選項是對的 主機做工 這C選項是對的 剛剛那兩個是錯的 這C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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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對的 這C選項 這C選項 是對的 上面看 系統重力 為能不能增加大MG 是錯的 系統為能增加這麼多 就是主機做工 等於系統為能增加量 所以D選項也是錯的 E選項 鋼索的張力 處處相同 是錯 這邊的張力也比較大 因為它載重的比較大 這邊的張力也比較小 所以E選項 是錯的 所以這題當然要選C 是錯的